即将开学,但是在疫情期间 花莲县教育网路中心特别设计一套亲师生网路平台 免去了许多实体课程上的困扰 学生和老师只需要透过网路平台指定学生学习任务 就可以透过网路拿到自主学习的目标 在疫情期间,各个教育单位在网路上推出了许多学习平台 而花莲县政府教网中心 为了让学生和老师都能轻松登陆学习的网页而整合单一账号 就可以让学生轻松进入多个学习网站 达到自主学习的目标 亲师生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平台 那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汇集老师还有学生还有家长 也就是说把那个教育的一个平台 可以让这三方能够积极的一个参与 那以学生跟老师来讲 老师他可以透过这平台做适度的一个备课 然后再就是因为他是采所谓的平台 他是具有系统 那在整个有系统的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再就是我们都有把师生的账号都做过整合 所以老师他可以很快速的开班 那开完班之后他可以去汇集学生 那这样的一个师生开班的一个默契之下 老师他备课的一些刚刚相关的一些学习任务 他可以分配任务就给学生 自应自行网 读经阅读学习平台 这些等等都是我们花莲自行开发的 这个开发的部分就是学生他只要用他的账号 登录进去之后他就可以自主学习 但我们学校老师他也可以交代任务给他 然后他也可以针对这个任务去完成 教育部的学习平台比方说英才网 当然民间的像学习Bar 还有所谓的军医教育平台 还有Pagemo这些等等了 也因为账号的一个整合 学生都可以透过亲身就可以轻松登录 那登录之后学生就可以自由的学习 翱翔在这样的一个所谓学习平台 当然就是说学生的自主力并不是这么强 所以学校老师他也可以去了解这些平台之后 也可以自动的去组所谓的班级 那这个他自己的学生也可以加入在这个班级里面 老师就可以分配任务给他们 也就是说学生他不会是在漫游目的的 在网络里面去找寻他自己的一个学习任务 他其实有某种程度是老师可以给他任务 那学生去完成 同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老师也可以透过单一账号进入网站 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让学生能够透过网络轻松的翱翔 在网络学习平台上 但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不是如此的强大 老师更可以透过网络开班 让学生可以更有目的地在网络上进行学习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